美国私事通,我是罗文 天字2月13号,星期一 那昨天超级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我自己不是一个foodball fan 所以我昨天开车在街上的时候静悄悄的 连麦当劳都没有人排队 平时我们去吃的这个麦当劳 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长龙 然后我本来想去吃一个poke ball 日式的这个海鲜饭 那个饭店居然关门了 所以下午3点就关门了 因为super ball 这个超级晚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 街上的车流基本上没有什么 那只有像我这种可能不是fans的人 才在街上晃荡 真的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那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不是fans的 总之是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景象 昨天超级晚的话 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 花了2000万美金投了广告 大家都知道超级晚的广告是非常贵的 He gathers 意思就是说那基督是爱移民的 基督爱那些我们也恨的人 就是宣传基督的爱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很感人 我没有看超级晚 但是因为我看新闻 所以我也看了受争议的这个广告 这种也是受争议是因为 有些左派对他非常的过满 民主党的这个极端左派的 四人组之一的这个AOC 他就发推说 他就说我的直觉告诉我 something tell me 耶稣基督才不会花数百万数千万美金的钱 去投超级晚的广告 以让法西斯主义看得更良善 所以他把耶稣基督称为法西斯主义吗 还是说他把这个画面中的这些事理解为法西斯主义 那其实画面中有小孩 当然也有封锁器件的各种状况 还有警察呀 我不觉得这个是暴力的 但是他说这个是法西斯主义 然后说耶稣基督不会投两千万 到超级晚上把法西斯主义包装成良善的行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真的是非常的恶毒 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的一个教义的 让大家爱人的 不管你是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 你都必须要爱人 即使是你恨的那些人 你不喜欢的那些人 所以这是这个基督教广告 想宣传的这个message 结果到了AOC的口里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有的人就很不满 就是AOC他凭什么要complain 他凭什么要投诉 如果今天超级晚的广告是一个变装皇后 去在小孩子面前表演的话 他还会投诉吗 他不会的 有的人就说我是一个异教徒 我不是一个教徒 但是我看到这个广告 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 所以我对耶稣基督宣传他们的教义 我觉得也不反感 就是你一个hobby lobby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都可以去买这个广告 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团体 他不可以投这个广告 教大家如何大爱呢 对不对 然后有人就说 那他凭什么投诉啊 那我就想知道 他作为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 这个巴腾德 纽约的一个调酒师 他在黄金顿做了一届议员之后 他就可以支付得起 900万美金的这个房子 那我想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有人就说 你看AOC就跟他一样的 这个主派人群一样 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问题 他们不热爱自由军队 还有前线的第一响应者和宪法 前线的第一响应者 就包括军队啊 还有小火队员啊 然后还有警察等等 那应该有人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不热爱这个国家的话 他们就可以滚蛋了 所以这就是 很多人对AOC的这个反应 我个人看到这个广告 没觉得他有暴力 或者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AOC的这个谈论中 就反映出了他们的一个本质 反基督教 反任何美好事物的一个本质 你可能这么说 你还能说什么对不对 那不管你是一个教徒 还是不是一个教徒 我觉得你看不出来 这个广告好像要 宣扬一个法西斯主义 除非他把这个广告政治化 真的是不可以理喻的一件事情 那这几天还在发酵的 就是气球事件 那现在美国已经 打下了第四个气球 他们改称为不明飞行物 那在英文里叫UFO 不可以鉴别的一个飞行的一个物体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看他们把气球叫做UFO了 好像要掩盖问题 有的人就说 那以前美国很多人都说 看到UFO UFO是不是就看到了中国的间谍 或者任何类似的这个东西 那我在前一个视频有说过 那国务院的声明就说 那美国击落的那个气球 是指第一个气球 是中国放飞到全球 四十多个国家的一个 所谓surveillance fleet 就是监视舰队中的一个 但是后面这设下来的几个呢 有的人说是气球 有的人就说 这是不明飞行物 官方现在就用不明飞行物 来指代这个东西 加拿大政府就说 这是一个气球 因为有一个被记下来的 是在加拿大境内的 所以这个气球问题 持续成为美国人讨论的 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 真的这么明目张胆的 送了这么多气球过来 到底他们想干什么 但是民众的担心 并不是空穴来风 你可以看到周六的晚上 美国政府就关闭了 摩拿地区的领空 然后它是一个农村的地区 然后周日的晚上 美国政府又短暂的关闭了 密歇根的领空 你可以想见它设为禁飞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禁飞区如果真的有 其他的别国的飞机 或者其他的飞行物过来的话 那你是经过禁飞区 那我们政府可以随时把你击落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飞机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态 这可能还会是一个持续发酵的事件 所以很多美国人就表示感慨说 如果真的这些气球都是中国 送过来的建立气球的话 那美国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中国的气球都可以长驱直入的 在这逗留一个星期或者几天 或者甚至在核发射警的附近 还有军事基地的上空逗留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所以拜登政府还有军方面临的一个 非常困难的时刻 就是他们必须要解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必须要把这些披露给国会 披露给公众 那有的美国人说 如果中国的间谍气球都可以 长期直入到美国来的话 那他们可以发送什么 你可以想象 生物武器也好 还是它可以干扰你的通讯 如果你的通讯 电子设备 所有的都被干扰的话 你整个城市都没有办法function了 这个比什么生物武器可能更可怕 这相当于你的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全部都要被迫中止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有多么的依赖 手机多么的依赖 所有的通讯设备 GPS所有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安问题 而不仅说有人在spire我们 这么简单的事情 今天早上一大早 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众议院督察委员会的 这个詹姆斯科默 他今天就呼吁说要调查特勤局 说因为特勤局在拜登离开白宫 六个月之后 还在保护他和他的家人 他说这是非常古怪的一个事情 而且是不正确的一个事情 我之前在去年的这个视频中 我就说过 当时是提到亨特拜登 把他的这个枪给扔到 一个便利店门口的一个垃圾桶里了 他的这个持枪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当时申请枪支的时候 因为照他的这个履历 他申请枪支是不会过的 因为他有科药等等的问题 如果你如实的填写的话 你是拿不到这个持枪许可的 但是他却在一个卖枪的店 填写了这个许可 并且拿到了枪支 要不他就杀了皇 要不就是店主包配了他 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出来之后 那特勤局的人 突然就跑到这个枪支店去找老板 要拿亨特拜登 当时的申请枪支的一个记录 当然的腔调老板拒绝了他 但是你可以看出 为什么当时特勤局要插手 然后还有就是亨特拜登 在LA的一个豪华酒店 循环若乐的时候 可能声音太大 或者怎么样扰民 还是有什么问题 因为行为不良 被踢除了这个酒店 那当时特勤局的人也跑来 试图解围 把他带回他特拉华的家 因为他当时可能科药 已经绳子不清了 或者出了什么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特勤局屡次出现在 他根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就是副总统卸任六个月之后 他们都不会受到特勤局的保护了 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 拜登卸任六个月之后 到拜登宣布竞选的 两年半的时间内发生的 因为如果你宣布竞选的话 你就又有特勤局保护了 因为你是总统的候选人 所有的总统候选人 都会有特勤局保护的 就是在这之间的话 他是没有任何特勤局保护的特权的 那他为什么会受到特勤局的保护 这是非常古怪的一个事情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这是真的不可以理解的 那也就说明说 其实加拉卸任到 一直宣布参选的这几年中 你可以想见 其实民主党很可能 把他内定作为总统的提名人了 否则的话 他们不会派特勤局来 特别保护他和他的家人的 那他即使这样他也是不对的 所以必须问责 就是到底谁命令这些退进局的人 去保护他的 那拜登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杜杀委员会必须调查这个事情 所以这又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要不你就贪污腐化 要不就是设计更多 明日早安相操作的勾当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对于拜登的腐败 或者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这个 如果揭示给美国人民看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可以滥用国家的这个资源 或者权利到什么地步 这是拜登 我觉得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你说机密文件也好 他可以扯半天 说我不知道谁放进来的 但是特勤局 你不知道谁派来的吗 那我们就要找特勤局 到底谁指派的是通过什么人 所以这可以揪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机密文件你还可以扯 我也没有看过他 他们都说得好好的什么的 但是特勤局被派来的话 这是根本就绝对不被容许的一个事情 不管你从哪个层面 所以你可以抵赖 你没有贪污腐化 你没有从你儿子那拿钱 没有从各种商业利益中拿钱 但是你不能否认 所谓特勤局保护了你们家 因为都有大量的人政无证的 所以这是拜登可能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所以共同党人在顺藤摸瓜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跟进的报道 就是我们在前边的视频有说过 一个73岁的亚利桑那的农商主 他杀死了一个应该据称 可能是非法移民的这个墨西哥人 现在有更详细的资料流露出来 就是凌晨两点钟不是有人打电话吗 就是他自己打的电话 他当时打电话给这个边境巡逻的这个办公室 就说有一群人带着武器进过我们的农场 并且这群人拿着AK-47 这是非常重的一个武器 那当时边境巡逻的官员来了之后 就没有发现任何人了 那些人已经走了 但是他留下了记录 然后六点钟的时候 那这些人可能又过来了 因为当时这个农场主就说 我朝他们开枪最后把他们吓跑了 因为他们穿着迷彩服 然后拿着重型武器 来到了我的地盘 我又没有允许他 也没有邀请他 因为对我和我太太的安全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开枪把他们吓跑了 然后我转身打了这个边境巡逻的电话 然后他们来了之后没有看到人 结果他们走了之后 这群人又回来了 而且用枪指着我 所以我不得不对他们开枪 而且我是对着他们头顶部开枪的 就避免伤了他们 但是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的狗就跑回去对着一个树底下狂叫 我一看就有一个人死了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 那当然现在边境巡逻的这些官员 就否认说 我们当时没看到人 也没看到他们拿着武器 那个人都跑了 你怎么看得到 对不对 但是边境巡逻的这个电话里 有显示说 他当时有说 这些人拿着重型武器 AK-47 而且穿着卡其色的迷彩服 描述的非常的响 说我和我太太觉得安全受到危险 所以我不得不把他们赶走了 这就是这件事的一个死梦 我相信农场主是不会无故去开枪的 然后如果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或者有人入侵到了他的这个农场 那他应该有权利去保护自己 这是美国宪法赋予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的一个权利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 加油